这辆开在大街上的汽车 引擎盖上似乎出现不该有的物体 这是美国加州发生的一起窃狗案 女子在超市前面与爱狗一起吃午餐 没想到窃贼抓了狗神就跑 迅速跳上有着其他三名共犯的车 让狗主人急得以肉身挡车 所幸这名女子抓着汽车与刷保命 最后安全下车 然而走失的法国斗牛犬还没找到 主人悬赏数千美元 希望爱狗早日回家 另外在澳洲 在成堆的Hello Kitty娃娃中间 一名三岁男孩 天真的看着周围那些 试图解救他的警察和家人 幸好男孩没有受伤 让家人也松一口气 最后在多人合力下 男孩顺利的被救出 整起事件只是虚惊一场 TV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